作為賢王子孫中的一員,我們都只有一夥中國心。 但是自修例風波開始這半年以來,部分激進香港青年高舉美國國旗, 探著民主與自由的口號,大師宣揚反民族反社會言論,毫無國家歸屬感和民族使命感。 自問廣大香港同胞,這些就是祖國香港未來接班人的形象嗎? 在中國快速發展的今日,自問外港青年,你們有為祖國真興奉獻出一份力嗎? 你們在祖國給予的高度自治權中,之以立喊著要自由要民主時,心理而愧疚嗎? 反對修例是香港人自己的自由和權利。 但要清楚港府修例初衷,是保護香港社會,保護香港民眾,免受重罪逃犯的威嚴。 但大部分香港市民愚昧聽信境外勢力善風點火,故意扭曲客觀事實,與激進分子為虎作禪。 甚至與境外反華勢力勾結各列香港與大陸的血脈親情。 難道香港人已經不是中國人了嗎? 所謂民主與人權法案,只不過是美國為保護本國利益而修定。 香港激進分子卻將它捧上神壇,視美帝國如保護神。 自想若香港現金繁華不在,美國還會大費周章嗎? 美國只是扶他們本國,在香港的利益。 如果美國真正奉行,尊重自由保障人權,又怎會在中東,肆意憑法戰端草奸人命。 這些事實,難道是偏造的嗎? 香港是香港人的。 香港未來的命運,掌握在香港人自己的手中。 但是香港人,如果你只愛自由如愛祖國,全國人民不會答應。 所有有良知的香港人更不會答應。